吴尼娜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来看到南投县18号在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 举办了履历县市交流的活动 有9位县市首长难得齐聚 随后县长徐振卫与原民处长等同仁 与南投县府进行援助民族文化交流 期盼未来两县在文化和地理位置等交流上更能够更加的紧密 县长徐振卫18日远赴南投参加由南投县举办的履历县市交流活动 9位女性县市首长难得齐聚 倡议推动性别平权 打造健康活力的宜居城市 会后前往南投县府原民局 由花莲县府原民处长率原民处同仁进行业务交流 徐振卫和南投县长徐淑华也出席与会 花莲市到南投市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几公里而已 感谢大家 感谢南投县镇 尤其是原民局对这次的筹办 我们今天也带了非常多的部落的领袖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交流 也有一些大家互相交流的报告 我就先说到这边 交流活动由花莲原民处代理副处长 以来时路布农族关门古道的历史记忆主题揭开序幕 期盼多过主题 未来两线能打破地理上的距离 不仅在交通 在文化 经济和观光 都能更加活络顺畅 资教日也参观南投县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 期盼两线经验分享交流 合作推动公益文化之美 记者长邦彦南投县报导